大家好,我是若宇周 那今天的最後一個Session 由我來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我們 TI在Automotive的Bella LED Driver的解決方案 跟我們目前比較新的Feature 那我今天所講的內容 都會出現在我們的TI.com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有內容 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我們TI.com裡面搜尋就好 對,那其實背光來講就是 背光要亮,那一定要有LED 那LED我們都會稱為LED driver 那在我們德州儀器 我們LED的分類我們分為 有Automotive,然後Inundation,RGB 然後一般的Bellife,Notebook的 或者說Display driver 我們都會比較偏為大顯示品或戶外顯示品 那其實我們這邊全部都有做 那我今天就會Focus在Automotive這一塊 那Automotive這一塊 又會把它Focus在Display這一塊 對,那這一頁就是大概分類一下 我們的Automotive的LED driver 分為這三個大部分 然後第一個是Local Dimmit 就是局部調光 那中間是Global Dimmit 那最右邊是Mini或MicroLED Display 那我們今天就是主要Focus在左邊那兩個 那其實LED的Display 其實大家相對前面的Station 其實大家可能都不那麼直觀 可是Display是大家生活 或者是車子上面其實都可以直接看到的東西 那需要讓Display亮的元件有需要什麼 那我後面就會做介紹 對,那Echo到剛剛上一頁所說的就是 就是車子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就是Display越來越多了 就是以前的車子可能 中間的那個顯示板它可能就是簡單的收音機或CD 那一些冷氣的面板這樣 但未來的車子你可以看到說 不只是中後面板 甚至連副駕駛座 後駕駛座全部都是螢幕 所以你會看到說今天的車用電子展 你會看到說很多的客戶 其實他們也推出他們自己的後整的螢幕的一些Solution 然後或者說所謂的Copit 你會看到所謂的Copit就是智慧座 Digital Copy就是智慧座藏 你會發現說他們的一台車裡面有好多螢幕 不只有儀表板還有我們周控螢幕 它甚至連後照鏡都是使用螢幕來去投射 去用Camera去投射到螢幕上面的 所以Display在未來車子越來越多這樣 那這邊就是簡單說明一下就是 今天就是Focus在LECD 因為OLED是自體發光 它不需要LE driver 那MicroLED是一個比較未來的產品 那我們這次就是Focus在LCD 那LCD就是分為Global Dimming 然後又稱為說側路式發光 跟Local Dimming的直下式發光 那其實如果不是做這一塊的人 可能會對這兩個名詞會有一些不確定 或是不太知道這兩個是什麼意思 那可以看到從左邊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說Global Dimming 它旁邊寫Edge Backlight 那就是側路式發光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它的LED都是一長條的 那它可能是分配在螢幕上面 但它有可能是放在側邊的而已 它是利用側邊的LED去發亮 然後假設我現在有一個月球 月球亮在這邊好了 它需要把這邊的LED都點亮 因為這一排才會亮 但Local Dimming直下式它其實是很直觀的 你月球要亮好 那我就亮這一顆 因為我們的LED是平均分配到我們的 Baylight上面的就是我們的背光模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好他們最大的差別已經出來了 Local Dimming它的LED是分配到 Baylight Module全部 但Global Dimming或Edge Dimming它可能是放在側邊 或者是放一長條的平均分配 所以最大的不同就是Global Dimming它的LED的數量 會遠遠小於Local Dimming 所以以成本上的考量 當然是Global Dimming會相對比較便宜 因為一個板子上面最貴的可能不是IC 可能是LED 因為它動輒就要幾百顆幾千顆 但大家會想說 那我就做Global Dimming就好了 會亮就好了 那為什麼還要做Local Dimming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世代大家對自己越來越好了 跟以前可能比較不一樣 我們現在這個年輕的世代 能對自己好就對自己好 所以我們可能東西都要用比較好的 電視都要用比較好的 所以Local Dimming它最好的部分就是它的Performance 你可以看到說 它如果亮這個月球的話 它就是只有亮這一部分 所以它其他的部分 它就直接把LED關掉 所以它會是一個真正的黑色 可是像Edge Dimming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還是得把這一區全部亮起來 然後這邊再使用液晶的旋轉 去讓你覺得它是黑色 但你仔細一看 它其實黑色的後面 它其實LED是有亮的 所以Global Dimming跟Local Dimming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它的對比度 Local Dimming的對比度會很好 你會看到黑的就是黑的 白的就是白的 所以在使用者體驗上面 它會比Global Dimming好很多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缺點就是會比較多LED 比較多IC去控制 所以它是一個Traddle 價格跟Performance的Traddle 這樣 對 那這是我們的貝拉LED的Portfolio 那我們其實不只針對 Local Dimming還有Global Dimming 我們提供了很全面的一個Solution的解決方案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剛剛有說到Global Dimming就是LED比較少 所以它 我們都會說它是一個比較少通道的控制 那一般來說都會再小於六通道的控制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螢幕 你會看到一些長型的螢幕 它每比是需要八通道或十二通道 我們可能就要用兩個六通道去兜 那這邊的話 其實TI提供了一通道三通道四通道六通道 這邊的Global Dimming的解決方案 那我後面因為大家對於這個LED driver 可能不熟悉我們到底要看它怎樣的spec 或我們的LED driver 到底比別人的好什麼 或是說我的產品要怎麼選LED driver 那這邊大家可以先大概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後面會有針對一頁就是 有一些比較技術上的spec 來跟大家一起勾訴一下 對那 說完Global Dimming後面就是Local Dimming 然後Local Dimming 我們會叫Direct Drive 就是直驅控制 那直驅控制 就echo到剛剛所說的 直驅控制就是有很多LED 很多的channel數 所以它必須要有多通道的LED driver 去控制這些多通道的LED 多顆的LED 所以我們 我們有48通道的 也有16通道的 那 Direct Drive Local Dimming我們有分兩種方式驅動LED 一個是Direct Drive 一個是Scan Drive 那 這邊如果不是在做相對應的產品 可能對這兩個比較不了解 那我在後面也會大概說明一下 Direct Drive跟Scan Drive 它們的優缺點是什麼 OK 那我就直接到下一頁 那我就先想就是大家比較 大家比較可以進入的那個 Global Dimming的Solution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Global Dimming的Solution 其實很簡單 就是驅動LED 那LED其實 Compare to 你們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壓控元件 它其實是流控元件 我們必須要去抽 對LED去抽電流 LED才會亮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些就是我們的LED 這就是遍佈在Panel上面的LED 我們由LED0到6 這邊去做LED拉電流的動作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LED driver 在automotive大部分 全部都是boost的架構 那這邊其實也用一個boost的 我也秀一個boost的example 那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是boost 那簡單來講就是我們的 input power是battery 就是汽車電池大概12V 那我們輸出 如果六串8Bing或六串6Bing 那其實電壓都到30幾V 那就是一個boost的架構 那這一頁大概再說明一下 就是由我們automotive的 Global Deeming的solution 我們分為三大區域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大區域就是power stage 那echo到我剛剛說的就是 我們大部分都是boost的架構 那我們可以support很大的V range 還有VR range 還有可變的switch frequency 那我們後面會說我們做什麼 我們來讓我們的效率或sumo比較好 這是第一大點 那第二大點的話 我們會把它分為LED driver 那LED driver 剛剛 echo到剛剛所說的 就是流控元件 那LED driver其實就是看能support到多少的電壓 最高多少電壓跟多少電流 因為LED是亮度跟電流成正比的 那第三個就是doulouse tier跟communication 因為我相信前面的station應該有提到說 未來functional safety越來越重要了 所以你一個屏幕如果按掉了 那對大家一台特斯啊 它的資訊就全部來自於螢幕 那如果現在螢幕按掉了 那簡單來講就是出大事了 那我們可能要知道說它為什麼按掉 因為如果送回去如果就是按掉了 如果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它按掉的話 這是一個蠻嚴重的事 所以我們的solution其實也提供了一個 一個digital base 不只可能有SPI或i2c 可以去讀書它裡面所有的fault的一些message 包括說可能是LED短路 LED短路 或者是說你的boost的輸入的電壓 UVLO之類的都可以讀得出來 所以我們的automotive LED driver 它其實不只是一個analog part 它其實digital base也佔了一個蠻大的一部分 這樣 對那這邊是一個簡單的table 因為大家對table比較有 大家都engineer 所以對table來說會比較直觀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剛剛所說的就是 我們的LEG driver的一個區域 它就會簡單跟你說 我們最多可以支撥到六個channel 那我們的solution就是 最多可以拉到200mAh 那其實在大部分的solution都已經夠了 那解析度我們也可以支援到接近15個bit 那在boost的部分我們其實可以穿到所謂 我們輸出電壓可以到48幅 那以一顆LED是3幅 其實我們可以穿到16顆 那雙晶的話6幅我們也可以穿到8顆 這其實都是蠻夠的 那在switch frequency的話 我們也提供一個比較彈性的 我們也是可調的 不是一般的就是400K或2.2媒固定的 那這裡對EMI或12mAh 大家可以有一個彈性的 彈性的參數可以去做調整這樣 那展品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這個應該是 每一個power IC都是需要 我們也都有 那接下來在dolose tier function 其實我們每個fault 我們都有一個獨立出來 就是包括說power stage的fault 或LED的fault之類的 我們其實都有這些功能出來 來讓你們知道說當一個LED driver 他沒有在工作的時候 到底是LED有問題 還是power stage有問題 還是其他問題這樣 那這邊大概簡單工商一下 我們automotive的Hero product 那這個是一顆LV8866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LED driver 我們一起來勾訴一下好了 就是一個LED driver 我們會先看什麼 Global Demand 會先看說這個拉電流是不是我們 我們所需要的 我現在在LED亮度要1000個nit 我的 我拉150mAh 在這個背拉也是夠的嗎 OK夠 我就可以選 這一顆就是納入我的考慮 那後面包括說 這個電壓 這個電壓是不是你們夠的 還有卡文頻率 如果都是夠的話 那OK那就選這顆 那LED driver很簡單 Global Demand LED driver很直觀 就是你看你的LED到底要幾顆 到底要幾顆 那你要拉多少電流 你要多少電壓 然後你去我們TI.com裡面打 automotive的LED driver 你就可以根據filter直接去找solution 這樣 對那 那這是一個Global Demand的一個example 就是一個solution 那下一頁就是直接到Local Demand了 那Local Demand就是直下式發光 直下式發光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說 跟Global Demand最大不同就是 它需要很多的LED 所以它需要的LED driver通道數相對變多了 可是因為我們LED比較多 所以相對於我們LED抽的電流 不需要這麼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直接用一個example 來跟大家構思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它拉的電流 其實不需要這麼大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zone一個zone控制 它可能只要拉 你這一個solution 可能只要拉30mA或60mA 以下就夠了 但Global Demand可能動不動 就要拉到120mA 150mA 那我們的Local Demand的solution 我們會叫696X1 它是一個支援16channel的LED driver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 從剛剛的 boost stage的 automotive的Global Demand 的LED driver 變成Local Demand 它就是簡單來講 它還把pulse stage省掉了 因為它控制 可能一區只要控制 一顆燈或兩顆燈 所以我們通常會外接一個 外接一個DCDC所產生的電壓 去給LED 那這一顆LED driver 它很簡單的一個功能 它就是在做 控制電流的部分而已 所以它可以做控制電流 那這些 這些 這些 必要的spec 其實就跟Global Demand 其實有一區同工資料 所以 包括說它也是支援到最高15bit 那它可以抽到最高60mA 它這個output pin的耐壓最高 可以到50V 那50V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一顆電壓3V 3V 你最多可以支援到16V 如果假設這16顆LED 不信的全部都短路的話 這個VLED它會直接 做落電壓到這個outputing 其實它是可以直接完全承受的 所以其實 這顆TLC69601 其實在目前廣 被廣泛的被大家 被Panel上所使用 因為這一顆其實spec 跟一些range 全部都是 都是可以接受 大概是99%都可以被接受的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會大概說明一下說 這一顆還有什麼功能 那這所謂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這是一個直下式的 這是一個Direct Drive 就是直接控制 那直接控制你可以看到說 這很直觀 就是outputing 這個通道它直接控這個LED 這個通道它直接控這個LED 這很直觀吧 所以我們有16顆Zone 就是16顆LEDZone 要控的話 我就用一顆就好 那有10顆呢 那我就控10顆就好 那如果有1600區呢 那我是就要100顆 那100顆Driver這時候 大家都跳腳了 那我要100顆Driver 這會不會相對於Driver太多了 Cost太多了 那The Red Drive 是不是相對於Global Deeming 這個成本我沒辦法控制 所以有另外一個驅動方式 也是被大家廣泛所使用的 就是掃描的方式 那掃描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看到說 掃描方式我們可以透過 一個Controller 我們透過一個Controller 再加上一個PModSphere 然後來去分別控制 這PModSphere的開關 按Off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原本的一個通道 它假設是四scan好了 四scan就是四掃 那搭配四個ModSphere 所以它的通道利用率 就變了四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本來一個通道 只能控制一個Zone的LED 它變成控制四個Zone的LED 因為它成員了四倍 所以相對於這一個通道 這一個IC的LED Driver 它其實就可以少了四倍的用量 那大家一定想說 哇 那發明這個Structure的人一定是天才 它直接出於四了 把我們IC通道出於四 IC的數量出於四了 那對成本來說一定很好 但這是一個Trade-off 就是直區跟掃描最大的不同 就是掃描你要 掃描你要 你變為四倍了嘛 但你要維持一樣的亮度 亮度跟什麼成正比 就是電流 那你要維持一樣的亮度 你電流是不是要乘以四倍 因為你才可以平均分給四個通道嘛 你原本一個通道 只要拉一個電流 但你現在一個通道要拉四個LED 所以你就要乘以四倍 那四倍會產生什麼問題 你通道電流要拉多了 你就會產生熱的問題 因為你本來只要拉10mA 四倍你就要拉40mA 40mA 你的DC-DC可能就會產生熱 那你坐落在這個PIN上面的電壓 乘以你的40mA 又會產生一個Power Loss 它可能也會產生一個熱 包括說你在做這個切換的時候 這個PMOS的開關筍 是不是也是一個Loss的產生 然後包括說它在做切換的時候 它會不會產生一個逆電壓 跟它該切的時候 它在切的時候它明明就不應該亮 那可是這些Scan的Line 它可能有些砸上電容 可能會有一些電容會產生一個能 會儲存一些能量 那這些能量其實即使在它沒有開啟的狀態 它是不是也會開了 所以會有一些鬼影 我們所謂的鬼影 就是它在不該亮的時候它亮了 所以我們ScanFET對於Scan的方式 對於DRAID的方式 它其實是會有一些腮移肺出現的 包括我剛剛說的鬼影 逆偏壓 熱 那就是這一切又變成Cost跟Performance 就是你們能不能接受這個問題 那這些問題 我們TI都是有Function可以解的 那就是我們必須一步一腳印去解這些東西 那有一些人可能會想說 我可以解鬼影 我可以自己逆偏 但我沒有辦法解掉熱 因為Scan的特性就是 我必須要拉比DRAID更多的電流 所以有一些中端客戶 他可能不希望我們去審的這些東西 來讓那些LE driver更熱 所以這一切都是可以討論的 但我們想說的是 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全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只有Global Dimming Local Dimming也包含了直驅跟掃描的方案 我們都有 對 那這一頁是控制器 剛剛還是Driver 那控制器其實我們就是控制P-MOSPAY 這樣 那其實這一顆是我們比較新的產品 是在去年年底才量產的 那也都有在官網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直接去看 那這邊我就 也大家再告訴一下 就是這一顆是一個比較 我們新時代的產品 那它多了哪些功能 去benefit你們的system這樣 對 那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part number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直驅嘛 那我們又有什麼 又可以去最大抽30mA 60mA 然後最高承受20V或50V 那個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頁介紹去做懸料使用的 那我帶大家 勾訴一下這個 696X1 那1就是一個chain 那一個chain就是直驅 就是直驅 那直驅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69601對應到 第二行的這個 第二列的這個channel 69601就是30mA20V 6961就是60mA20V 所以同力51就是30mA50V 這樣 那中間就是control 右邊這兩個就是scan 那一樣畫葫蘆 就是從下面對應到 從下面對應到上面 就是一樣是10 就是30mA20V這樣 那其實這是一個選料的而已 所以如果有興趣 可以直接連入你們業務窗口 那其實我們業務都會直接提供 怎麼選料來去跟你們說 對那說明一下我們這一顆 我們這一顆其實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前代產品其實是48chain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出一個更少通道16chain的呢 那我們這樣不就是要用更多顆嗎 那其實我們這一顆16chain 一個比較大的賣點就是 我們的layout很簡單 我們是標榜就是兩層layout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兩層layout就好了 原因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這些pink define 都是有設計過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兩線進兩線出的一個 兩線進兩線出的communic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喔 我很簡單 我的layout很簡單 我們都幫你們 我們都幫使用者想好 就是我的layout就是兩進兩出 綠色線就是信號線 data and clock 那紅色線就是我的 L driver VCC 所以一進一出 一進一出 所以我們的layout其實相對於 其他廠商可能是相對簡單很多的 那也很簡單可以使用兩層板 那我們最多也是可以串連到一千顆 那其實大部分的solution 都是用兩層板就可以做實現 這樣 那我們提供 在車用我們提供兩個包裝 一個是QFN的 一個是HT SOAP的 因為我們在這邊 還是有停過蠻多一個 曲面螢幕的一個需求 那曲面螢幕可能QFN 它可能在取的時候 它的IC會彈掉 所以可能還需要斬腳的HV SOAP 或我們俗稱HT SOAP這樣 所以我們TI其實這兩個包裝都有去 做一個生產這樣 對 那這是剛剛所說的scan 那我們scan其實也都有一些 referent design for layout 那其實這也很簡單 可以用兩層板去做實現 那這邊就是大家講一下example這樣 對 那這邊說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Data Format好了 就是我們的LEDriver 它不是一個標準的通訊確定 它是一個兩根線 Clocker跟Data 但它也不像iSquare是一樣 它比較像是SPI 但我們的Clocker是需要一直去做動作 去提供Clocker的 那其實兩線進兩線出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使用 但就是Data Format跟其他不一樣 但大家也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其實在每次生產產品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跟一些 因為我們 誰給我們LEDriver訊號 就是Timing Controller 那Timing Controller在業界上 在World-wide比較有名的就是 HighMass Novatec 或Rating之類的 那這些 這些提供廠 其實我們有the rest of all 他們就是 當我們LEDriver出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給他們提供去說 你能不能支援這樣的Data Format 他們就會說 OK 不是 OK 可以 或者是不可以 我可能要改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這邊 我們的LEDriver 都是被這些提供廠給Qualify過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在Data Format的部分 如果你們是用 這種local dimmingLEDriver 一定會配上Timing Control 其實這些提供廠商 我們都是有跟他們去合作的 所以他們都可以 他們都非常收我們的通訊協定這樣 對 那這邊是 我們新的一個 Adaptive Feedback的 一個概念圖 然後這邊 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 因為LED driver 我們要給LED driver 供陽極電壓 那我們會怎麼算出這個 LED陽極電壓 就是把VLED 加上我們這個PIN所需要 去Turn On裡面 Mosphate的所謂的黑潤電壓 可能假設 LED的電壓 LED廠商跟你們說 2V到3V 那你會跟他說 你就用3V 再加上我們的黑輪電壓是0.5V 可能 這個VLED就設計3.5V了 這個是很直觀的 但是 大家都知道LED它其實是很 LED的電壓它其實是很浮動 它不一定每一顆都是Messima 或Minima 它有可能一顆3.1 一顆3.2 那你這邊全部的Messima 其實只有到3.2V 但你用Dayasheet 所標記的最高3.5V去設計 那你是不是就浪費0.3V的Power Loss 這是很直觀的 那我們這一邊最新的產品 其實使用了一個叫Adaptive Feedback 它是可以去偵測每一個V 偵測每一個VLED的電壓 然後去跟你說 去跟DCDC Convert說 你現在LED電壓不夠 你應該要再輸出多一點 或減少多一點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Feedback pin 去拉一個電流 來讓再乘以這個R1 去電上這個DCDC的Volt Volt的電壓 所以我們可以去減省一些不必要的Power Loss 因為這個功能這樣 對那Hybrid低迷的話 其實之前大家都會比較熟悉 所謂的PWM低迷 就是以PWM來 如果現在設10mA 那你現在只要抽1mA 你就會抽10%的PWM 這是很直觀的 但你會看到說 我的這個幅值就是0mA 跟10mA在調 那我們這一個LED driver 它其實很聰明 它會直接把你的這個Duty給它拉寬 那10%它會把它拉寬 可能拉到我假設好100% 那可是100%你會想說 沒有啊我這樣100% 我的平均電流就變10mA 那我們亮度是不是就變亮了 不對 你說的沒錯 但是我們LED driver 同時它把Duty拉大的同時 它會把你的電流降低 所以讓你的平均電流還是一樣的 但你在抽的過程 你就不會有0、10、0、10 就是0mA、10mA這樣在抽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的DCDC不會突然無載 又突然滿載 那產生的一些 這些抽載的變化 可能會讓你的電流 產生一些audible noise 或者是你的EMI可能會不太好 這樣 那其實我們這個hybrid dimming 它就是同時去把PWM去把它拉寬 然後去把你的浮汁降低 那可以去有效的降低你們EMI 或audible noise的產生這樣 對那這邊echo到剛剛前面 就是我們PCB layout 其實都幫大家想好 就是我們兩線進兩線出的這個 TLC69601其實很簡單 那下一頁就是我們也有出一個WCSP 雖然今天是個automotive seminar 但我們也有出這種小包裝的 是for一些consumer在用的 那這小包裝就是0.6x0.6的包裝 那其實也很簡單可以去做使用 對那這是tsop的 就是for漿角 for曲面螢幕在使用的 這些我們其實都有在 因為現在TI不只做IC 它是連整個系統都幫你 都幫user給想好了 就是怎麼去做 所以我們在提供IC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referent design 去供大家參考這樣